地產股有壓力今就售爛曲 新辣椒在上星期五載到空閘地產商 地產股今日將會受考驗 他們的美國預托證券ADR率先慘重下跌 四大裡面搶拾和新地分別競逝近3% 而行地和新世界都分別跌2.4%和1.9% 值得留意的是 今次辣椒第一次辣埋非住者物業 之前有什麼招都沒什麼影響的收租股 就難以再置身事外 太古的ADR率跌1.1% 另外上次出招後逆市升的美聯工商店 這個月累升兩成 市場估計估額不輕 今日部社機會很大 地產股已經一直擔心政策的陰影 所以變成地產股根本一直都沒有表現 現在公佈這個政策之後 反而可能會好一點 但始終都會影響到整交 和影響到第一屆市 將它們推廣市場主場的反應 所以變成俄國州都會再跌下 港股進入業績高峰 加上意大利大選還等著結果 大事要看路了 短線紅發還有波動 大事要看路了 最多的這次 Campeo 下班機 ホタティ 加上 並 大便 責任